朋友剛好在他們店家門口大聲的喧嘩 遭這個屋主所賀斥 屋主從屋內在找伙同兩三位朋友出面去毆打他們 所以他心聲不滿 這本案已經有報請台北地檢署指揮偵犯 來擴大追查槍枝的來源 你問我剛剛說他在附上如果有非常不安 好像是黑方的公司 這個地方是黑方的公司 目前我們了解這個店家是沒有在營業 也沒有試招牌等等 據我們了解就是側面了解 這個店家就是屋主會偶有時候會邀約朋友 到這個店家這邊來跟朋友來飲酒聊天等等 目前我們清查這個部分是還沒有跟幫派有涉及到關係 請問會否最長的槍馬先用上去的辦法 目前我們會先從這個槍枝來源 這個部分來去追查 是否就是這個槍枝的部分是誰給他提供的 我們在後續再擴大來處理 在第一時間他說這個槍枝是他多年死去的友人所寄放的 這部分我們還是要繼續釐清 我們會以恐嚇跟這個槍枝盪藥刀寫管制條例來移送證辦 好 我們看到這名男子非常囂張連開十七槍 警方表示槍枝來源還要釐清 是否和幫派有關也會深入追查 明天打發擲電視 While the protagonists 我們再啟動了 給我們拍攏